我們今天會講到一些關於輔導的事情 溫習 而重點是我們會找一些個案 然後我們一起去操練如何幫助人 上次我們講過聆聽 聆聽其實是非常重要 在輔導來說是非常重要 因為很容易聆聽的時候 人們就會很快就教導 很快就說很多東西 這樣的時候就不是聆聽 或者聆聽的時候一邊聽 一邊想著怎樣回答 而不是去留意他每一句話 這樣的時候我們就會很容易會miss了他所說的 而且會不會回應到他 只是我們想的某個目的 也有時是這樣 我一看他的樣子 心就說好像他那樣 問題當然是這樣 我當然想他這樣 已經有一種定見了 這樣的時候就會限制了我們能夠幫到他的地方 我們越留心聽他 就會越聽到他裡面的內心世界 知道他的需要 知道他的困難 其實這不是單是應用在輔導的 是應用在所有的情況 因為有時有些輔導會這樣 譬如我們為什麼現在說這件事呢 因為我們現在時時都會有人被服侍祈禱 我們都會有輔導優惠的祈禱 但我發覺有時有些人會說很多東西 即是不斷地說的時候 好像令到聽的人被overwhelmed 經常都是聽很多東西 這樣的時候我們就不是達到輔導的目的 即是不能夠引導他 為什麼要輔導呢 就是被人感受到被關注 還有輔導的目的當然是想幫助他改變某件事 他改變某件事的時候 他未必本身有這個心想去改變 我們就是引導他去改變 而不是去教導 即是去知道他的情況 然後回應他的情況 然後去引導他 最好就是引導他自己去想通那件事 首先要說什麼是不好的輔導 其實我們今天是用一段時間 少許時間教導以後 接著我們就會操練 首先不好的引導就是什麼不好的輔導 第一就是令受救者難受 例如指控定罪、傷害性、藐視性或控制性的方法 有些人說不會 但我講的例子是怎樣 例如有一個人一說 我家裡有些問題 我丈夫對我什麼不好 聽過人就說 如果嚴重的話 好像你這樣就不對 你怎麼可以這樣 你當然要搖說你的丈夫 你這樣就生氣了 這就是指控性 其實很多時候雙方都有錯 就給人的感覺好像覺得他錯了 我們想引導他 能夠他真的會在神面前悔改 或者跟他建立他的丈夫關係 我們都知道他 其實他都是受到委屈的 受到傷害的 所以永遠都不要藐視 或者有些人犯了罪、軟弱 好久沒有回教會了 我們就不會說 其實這種說話很多時候人都有 譬如打電話問 為何今天見不到你回教會 這句說話雖然沒有正式說出來 但含有的意思就是 你做錯了 你應該沒有回來 這句說話是令他覺得不舒服的 但是如果我們是關心一個人的時候 我們就是關心他 而不是要他做甚麼 這個分別是很大的 那怎樣關心他呢 我們就是關心他的人 不是關心他今天為何沒有回來 就是不用問他為何沒有回來 而是關心他的情況 這個其實是需要 某程度是需要一些技巧的 但是那個技巧背後是有一個真心 想幫他 所以一直都已經建立了一種關係 而當他平日有溝通的時候 我們都是出於關心他 關心他 回應他 知道他的情況 他的需要 而不是只一說 就說為何你今天沒有回來 這個就會令人覺得 就好像被看少了 或者說你這樣做就錯了 你想告訴他錯了 是否用這個方法 引導他 你覺得這樣做 你覺得會令對方有甚麼感覺呢 你這樣做有甚麼效果呢 這個其實是一個日常生活很有用的 如果你跟家人相處 他就 譬如有些說話 你又要看 真的要分辨 譬如有一個人 他真的說的說話是不好聽的 你就要分辨 你到底可不可以說出來 因為如果 譬如他在發生氣 你跟他說 你這樣說的時候 你會令到甚麼感覺 他又更加生氣 這個情況 在輔導的時候 和日常對話是不同的 輔導的時候 譬如兩夫妻一邊輔導 輔導兩夫妻 然後兩夫妻一邊說話 要說 他經常都不做 我們可以 因為有一個輔導員在 可以說 你覺得你這句說話 令到對方有甚麼感覺 這是要問他 讓他知道 如果是家人 當我們這樣說的時候 是會令到他 譬如我們說 你覺得這句說話 你講的時候 令到甚麼感覺 他會立刻覺得很不舒服 我們怎樣去引導他 實際上是困難的 所以我們有些情況 我們是難以改變那個人 因為接受輔導的人 和一個家人 是有點不同的 但我們知道他不舒服 不開心 我們知道之後 我就不會去針對他 和我不會去指出他的錯 然後我怎樣去引導 這是真的需要智慧 例如可能有時說 其實我們可以 我都會覺得很難 有些情況 我們可以說 我們的溝通如何改善 我們用一個問題方式 但這個真的要看對方是否原意 如果他不原意 他會說 你即是說我講話不好 但有些是強烈指控的 更加是不應該的 定罪的傷害性 甚麼時候會定罪呢 我們看到耶穌也有定罪 那些法律賽人 就是當那些法律賽人 不肯悔改 但是他和溫徒是沒有定罪的 除了猶大 但是耶穌也被他警告的 耶穌說這個人沒有心讓 世上賭好 如果猶大當時悔改 主下我怎樣做呢 那他是有機會的 那彼得否認耶穌 耶穌就說 我已經為你祈求 叫你不止於失業信心 你回頭之後要 要經過你的弟兄 是很接納的 就是耶穌對於那些悔改的人 他不是定罪的 我們知道 其實定罪的說話不是那麼好 而事實上 我聽過不少基督徒跟我說的話 周圍的人說的話 令我覺得很被控訴 所以我們自己留意 但是別人有這樣的情況 我們又不可以控訴他 就不要說他在控訴我 你知道就知道 他可能我們做錯了 他一時怒氣 不過不用那麼緊張 第二種就是 沒有聽到或回應對方的感受 即是說對方說什麼 沒有聽 聽不到 而且他說很不開心 他說了不開心 他剛剛被家人罵完了 接著呢 那個回應是甚麼 那你怎樣去搖書他 是把他那個不開心 完全 即是當沒有道 即是當你沒有不開心 馬上就去說 那你怎樣去搖書他 怎樣去幫你家人 那就是因為我們想達到目的 來回應他的感受和需要 第三 輕看受助者和他的感受 這種情況是怎樣 例如有些人是很難幫的 即是有些人是比較困難幫的 那有些人困難幫 有時有些人就會藐視他 在言語之間 你行不行的 你真的能不能做到的 即是言語之間就會顯露出對他的表示 或者有時不是言語 是態度 眼神 例如眼前有兩個弟兄姊妹 其實大家這件事都可以留意 你有沒有發現有些人看到 眼睛明亮一點 你會很開心 有些人看到 你馬上又想 哇 工作來了 即是要去幫幫他 你一想工作下去 那你就會很辛苦 但如果你想他是寶貴 就算我要幫幫他 他也是寶貴的 那你看到他的眼神 看到眼神的時候就會是歡喜的 其實我們留意人都會有這種情況 我們就求主幫助我們 見到人家 我就問你 你看到人的眼神 對你有不同 有些人的眼神 興奮開心一點 有些人的眼神沒有什麼反應 其實什麼情況會傷害呢 他見到另一個人就很開心 看到你就沒有反應 或者是很傲鬥 好像很悶的樣子 那時候就令到人很傷害 以前我認識一個牧師 他就是這樣 我不知道他怎樣對方聽到 他當一聽到某個教友來找他 他其實是不好的說話 他意思就是 哎呀 又要見他 就是這樣的說話 這些說話都是我們應該要小心 就是我們有沒有對一些人輕看 或者只是在意我想達到什麼目的 你不覺得受就者的感覺和重要性 就是每一個人像個case一樣 你是case number three 今天我幫第三個 你是case number three 其實我們每一個人都是很寶貴 每一個人的生命都是很寶貴的 無論他多軟弱 就算你幫了很多事他都是這麼軟弱 都不要緊的 他都是依然寶貴的 我們這種持續的體重這個人 會給他有什麼影響呢 如果一個人看不起一個人 以及持續看起這個人 持續幫他有耐性幫他 傳遞的信息是怎樣 傳遞的信息有什麼分別呢 是呀 支持 他覺得有人接納他 有些人真的在教會都覺得不被接納 我們求主幫我們 時時接納人 無論那個人多不聽話 而包括家人 家人就算對我們不好 我都依然對他接納的 還有呢 覺得他的受助者的感覺不重要 他不開心就不開心 我們就馬上去到正日點幫他 當受助者受傷的時候 輔導員只是客觀 只是問客觀的問題 譬如他已經很苦 哭得很辛苦 你老公今天說什麼話 這是一句客觀的說話 即是他在哭得很辛苦 那時候你應該可以說什麼 譬如你說 他現在去了哪裡 這句說話是怎樣 他在哭得很辛苦 我老公今天罵我 立完我 你跟著問他 他現在去哪裡 他在哭得很辛苦 這句說話是 是 是在做什麼 做了傷心 都不知道他在哭得很辛苦 就好像他的事不重要 我只知道發生什麼事 所以其實我們問問題要知道 不要問一些多餘的問題 就是有些只是資料性的 我們要知道我們是問資料性的問題 有時需要的 但是我們要分辨這件事 還有輔導者的情緒被受助者影響 這個就是輔導員 見到他的情況 心都很生氣 哎呀 見你這樣的人 表情已經很生氣 接著 在負面中情緒回應對方 一直回應的時候 一直很生氣 你這麼久都搞不定 你有沒有搞錯 你怎麼搞 這樣的時候 那個人是覺得很受傷 所以我們 第一小心 不要受傷害人 輔導第一 不要傷害人 第六 輔導者只是關心受助者 而沒有引導他逐步成長 這是另一個問題 就是關心他 關心完 怕他安慰他 好吧 拜拜 沒有引導他如何改變 那時候輔導的目的 是想改變 我們回應他的感受 是看情況的 有些情況可能需要長時間 有些是很短的 譬如那個人哭得很緊 你可能陪著他等他哭 一段時間 譬如那個人 他有些傷害 但他不是那麼緊要 你就說到 我知道你很辛苦 那個人說的說話 令你很傷心 他已經有回應 接著可能已經OK 你可以繼續 當你引導他的時候 可能你說 他傷害你 你覺得怎樣 有什麼影響你 你現在心裡面覺得怎樣 你就開始幫他了解他現在發生什麼事 然後慢慢引導他怎樣去處理 第七 輔導者吸創 或者不合聖經的引導 譬如說 女老公那麼壞 離婚 男人不要了 你真的 踢了他走 這些錯誤的 不合聖經的教導 有很多人對於婚姻的看法 他不知道應該怎樣用正確的教導 這樣的時候 最好就不要提議了 第八 輔導者作獨白式的教導 即是獨白 只是自己說 對方在聽 好像聽道一樣 你就開始教導他 你又要處理怒氣了 你不要再生氣了 你怎樣放手 我們有時都要這樣做 我們這樣做 就一定要告訴他 這個時候我想分享一些方法 可以幫到你 你聽的時候 看看你能否明白和應用 能否應用出來 而這樣說的時候 你都會問他 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我可以怎樣做 因為有時我們都會教導他 如何不給人影響 如何處理他的生命 當這樣做的時候 一定要讓他有心理準備 而我們在整個輔導過程 不只是做這件事 一定是有 即是首先接納他 聆聽他 第九 輔導者超越了輔導的界限 建立超友誼的關係 曾經有 其實很多不同的侍奉人員 都有這種情況 他輔導的人 他有一個目的 這個人將會成為他的朋友 他一邊幫他 然後開始掃辅 又講了他的辛苦 又跟他聊天 又去探望他 找他 跟他建立 總之成為了朋友 其實做朋友不重要 但是他做輔導的時候 他有一個目的 我想那個人沒有什麼朋友 他想輔導完後 那個人就成為了他的朋友 那麼當我們侍奉的時候 我們這樣做 其實我們有朋友是好的 即是對人好是好的 我要分清這件事 我對人好 和我期望他的朋友 是另一回事 我用個例子來講 例如我看到他很關心你 我這個是關心 但如果我 我兩次見到你 就說 我就 有些不開心 我們一會去喝茶 有沒有 聊天 我去哪裡買東西 你陪我去 如果我是這樣跟你聊天 我去哪裡買東西 你陪我去 我很悶 你和我一起 或者我很不開心 那些人傷我 我去聊天 如果這樣的時候 我正在找人去安慰我 我們要分清 我們做事奉的時候 我們如果真的這樣做 我不是一定是錯 不過 我們要知道 我們正在做這件事 而 這件事是可以錯誤的 為什麼錯誤呢 譬如那個人本身是有問題的 但是我們就想 因為 我真的見過這種情況 就是他需要朋友 所以有誰聽他說話 又跟他談判 他就覺得 這個人好看重我 他喜歡跟我聊天 他就會抓緊這個人做朋友 因為他缺乏朋友 這樣的時候 那個人可能是不適合做朋友 但是他就會把他的苦水套出來 或者一些負面的說話套出來 這個人未必承受得到 譬如我 如果有一天跟你說 不是 我和我太太很好的關係 假設有一個人跟你說 哎呀 我太太 氣壞我 那你問 老師 你發生什麼事 你為何你找我 說這些事 那你會覺得 好像 你不是在做牧師 你是找一個朋友 去聽你說你的困難 那這個就開始過界了 但不是說我們不可以有朋友 我意思是因為他的孤單 他用他的受助者作為他的朋友 這是有危險性的 還有也有一個情況 因為受助者 通常都是情緒低層 很需要朋友的 而那時候你就很想他又做你朋友 他是很歡喜的 因為那人很孤單 你又想跟我做朋友 那我就跟在一起 但是跟在一起的時候 他就會依賴你 他買東西就找你去買 他做什麼又找你做 那時候你就不再是一個 就是一個傳導人的身份 或者是一個輔導者的身份 你就是變成朋友的身份 我們其實 傳導人是可以跟教育做朋友的 不過朋友是否依賴性 和不健康 和對象是否適合 但是其實很多人都會說 傳導人最好在教會以外找朋友 意思就是說 他需要有人關心他的時候 他在外面 但是我又會這樣說 普遍的關心是可以的 譬如說 我現在身體有困難 我去宣教有什麼困難 你們為我祈禱 就是分享 這個是可以的 但是當人在輔導的時候 抓住這個人 成為他的安全感 這個就會有問題 我們知道什麼時候 什麼時候是我們在做這件事 還有我們都發覺很多人是這樣的 孤單的人 他來到教會 教會應該有愛的 所以他經常想問 為什麼沒有人關心我 他那種做法 他就是想有人去關心他 而他又不肯付出代謝的時候 他是很難找到朋友 有些人是難找到朋友的 但是如果我們時時都關心人 自然就會有交流 有交流的時候 在在特殷節目之間是可以有友誼的 我們不是怕友誼 不過我就是說 不健康的發展 在這方面有問題想問的 因為我不知道有沒有人 聽到的時候 不知道你明白那個界限的意思 當我們幫一個人的時候 我們想幫他 某程度上也想見到一種友誼 但是我們想說 他是我們的朋友 以及我們是他的朋友 兩回事 即是說 他有時可以找我幫他 這是一種情況 我有時可以找他 是另一種情況 這就是我找他做我的朋友 耶穌是個人的朋友 我們每個人都去找耶穌 但是 耶穌會跟阿巴拉罕說 他說 我現在要去消滅 索多瑪摩摩拉 但是耶穌會跟彼得說 彼得說 我很苦 你支持一下我 我發現耶穌沒有這樣做過 他不是去找門徒做支持的 他是在神那裏做支持的 但是有些人說 那傳統是不是很慘 只有神做支持 其實傳統最好就是 他自己的夫妻 即是夫妻關係 好的時候 他就能夠互相成為支持 侍奉的人互相之間 亦都可以成為支持 這是我們要小心的一件事 也不要對人有一種期望 期望他對我好 在教會很多時候都有這種情況 很想某一個人成為他的朋友 那時候在團契時經常發生一些事 有些人很想某一個人 他不是想個個 而是想某一個人 那個人他特別喜歡 他就很想他成為朋友 但那個人就沒有興趣 就造成一種 吃醋的感覺 為何他別人是他的朋友 為何我不是呢 這種情況亦都在教會發生這些事 其實友誼是可遇不可求 神給你的 你就感謝神 你就去保守 但保守他的健康 友誼不是一個 講閒話的地方 友誼是一個互相支持 正面的支持 不是一個講閒話的地方 求主保守我們的友誼 都是健康的 好了這裡我講到一個輔導的過程 一個簡單的說法 我們一起讀一讀 附導的跟他建立關係 是一個簡單的建立關係 讓他認識他 他認識你 讓他信任你 第二 一起聆聽 第三 引導對方表達 第四 回應和支持 感受和需要 然後初層次同地心 高層次同地心 第五 個人分享 第六 對則 澄清 第七 帶領分析情況 第八 探討處理方法 第九 探討處理步驟 第十 六約 第十一 計劃評估 這個是很完整的 但不用一定要全部做完 我解釋一下 為什麼 是做什麼 所以建立關係 接著就是 聆聽他的情況 然後引導他表達 譬如說 他沒有說完 說得不清楚 我們可以問他 對方跟你說話的時候 他說了什麼說話 他說的時候 令他有什麼感覺 就是引導他 我周時在網上 經常都有人說說話 都是很不清楚的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試過 他說的舊樓 例如說 譬如說 我很多時候在網上 有人找我幫助他 我發覺 我要引導他 其實那個人是願意的 不過他沒有表達 而我們兩個對面的時候 我們就去了解 到底他發生什麼事 因為這是很重要的 有時候人會 到底我們聽到是他的 interpretation 就是他覺得對方對他不好 因為對方說什麼 所以我問他 到底對方說什麼 而不是說 因為有時候是他覺得對方生氣 可能對方是否真的生氣 我們都會了解 去引導他表達 然後回應和支持他的感受 他又不開心 我們就回應他 知道他是不開心的 即是說 在這個情況 我知道你是辛苦的 初層次同理心 和高層次同理心 分別是什麼 初層次同理心 就是一件事發生 令到他有直接的反應 譬如說 被人罵完便不開心 考試不好 他便會有失敗感 這是初層次同理心 高層次同理心 是什麼呢 當一個人 譬如他考試 他考得不好 第一個感覺就是 我沒有讀書 考得不好 但他第二個 深層的感覺 可以有幾個 那這個高層次同理心 就是什麼 譬如他可能覺得 我都是讀不讀書 我都是沒有前途 我都是沒有什麼用的 有時候一定不會這樣過 當你說他考不到試 他講的過程 你聽到他 他好像覺得 他自己 好像什麼都不行 考試又不行 這個又不行 這樣的時候 你就感受 你就不只是說 你一次考試考得不好 令到你不開心 而是我聽到 是不是你覺得 好像 整個生命都很困難 一件事都很困難 令到你覺得 好像做人很難呢 這就是 你感受到他的背後 他的意義 每一個人不同 譬如說 被人罵完 第一個感覺 可能 初層次的同理心 就是被人罵完傷心 高層次的同理心 可能 會不會他擔心 譬如罵一個是丈夫的太太 那個婚姻有問題 你的背後 你是不是有些擔心你的婚姻呢 或者他覺得 他自己是一個 沒有人喜歡的人 他跟別人溝通 沒有人喜歡跟他溝通的 是他永遠都是撞板的 我們這個就是 留意他所說的話 這樣去回應 高層次一定要問 為什麼呢 他講到怎樣 不開心 你不要說 你只是對生命很失望 他可能不是 所以我們問他 他好像聽到你有些對生命的 失望的感覺 是不是呢 就是你要問他 是不是 第五 就是個人分享 就是說 我們對這個人 表達了我們認同他的感受 我們就會分享 我都有類似的經歷 或者某人有類似的經歷 第七 第六 和第七是相連的 就是說 對七有時候 就是想了解清楚 發生什麼事 有時候他可能 他不覺得是他的問題 譬如他覺得 經常都是老公問題 這樣的時候 你可能會問他 你覺得 這件事發生 這個要引導的 我知道 你也覺得 你丈夫做得不好 你覺得 你本身有沒有一些責任呢 這句話 他要問的時候 千萬不要一種靈罪的心態 是一個柔和的心態 是一個柔和的心態 為什麼呢 因為 我們只是探索 讓他知道 有些人會經常說 是我老公不好 我真的要離開我老公 我頂他不順了 這樣的時候 我們都要去 幫他面對 到底問題是否 只要在他老公身上 或者有人覺得 全教會都對我不好 每個人都看不起我 沒有人喜歡我 這樣的時候 我們是需要對質 但如果一個人會說話 他那個自我形象 是非常非常低 怎樣去引起他想 這個不是容易的 可能我們會說 你覺得 你跟別人相處的時候 是怎樣 就是問他怎樣 就不是說你覺得你有沒有錯 他是比較難接受的 你說你覺得你跟別人相處的時候 是怎樣 你跟別人溝通的時候 是怎樣 來引導他 我想說 輔導不是容易的 為什麼呢 因為普通人說話不是這樣的 我都試過很多次 我就是輔導夫妻 他們說 你講話的方式 不是我們的方式 我們不是這樣的 我們是疾的 一不相信 就立刻疾他 立刻挫他 怎麼會這樣說話 但人就變了受傷害 那輔導員呢 有些人就說 如果我是他 誰呢 我就不敢對他 我罵他 要不敢對他 但人就是這樣 他裡面有很多屈結 不開心 一些困索 他是需要愛來接納 然後他才能夠去面對那個問題 其實聖經有輔導的例子 其中一個例子 就是大衛犯罪之後 他不是做了全部的輔導 他只是講了一個故事 他又講了一個故事 有很多羊 他旁邊的人只有一隻羊 他就嚇人來吃飯 他又不劏自己的羊 走去劏別人的羊 這樣的時候 那個大衛就立刻說 哇 這個人該死 就是引導他 讓他看到這件事 就是其中一個例子 去引導 讓人自己去反省 這個對質 就是讓他知道問題 不光是在別人身上 還有澄清 就是當他講了一些說話的時候 他說 我最好經常欺負我 我們要了解一下 是怎樣欺負 是怎樣欺負 有時候是這樣的 可能他很兇 然後他就欺負他 他還沒停 我們到底知道發生什麼事 我們要了解 但是我們不要有一個定見 而是去了解他 然後 第七 帶你去分析這個情況 就是幫他了解這個情況 就是說 到底發生什麼事 還有背後的原因是什麼 那個問題在哪裡出了 第八 探討處理的方法 我們都可以問一下他 你想不想找到解決方法 你想不想更加改善呢 在輔導的時候 很多人都會這樣說 不要用的了 我放棄了 我不行的了 沒有用的了 也有很多人這樣說笑話 那時候 我們都要給他一些盼望 我都試過和別人輔導的時候 他說不行的了 我放棄了 我丈夫沒有希望的了 或者我對於子女沒有希望 有些情況是這樣的 我們又要鼓勵他 可以改善 在耶穌裏面 可以改善的 可以處理到的 其實這些 輔導的技巧 在我們日常的身為 用得著的 所以我希望大家不要說 我都不會輔導別人了 這些 那麼耐性的事 我都做不到的了 其實是做得到的 當我們願意 關心別人的時候 是做得到的 而我發覺 我真的試過很多次 我們有時候坐一個小組 有一個人就掃苦 他說那些困難 就去那裡聽 不過也有一個情況就是這樣的 那些人就喜歡看著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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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人就喜歡看著牧師 那也有一個原因 因為我當然是額頭的 是的 是的 我絕對辛苦 我絕對辛苦 我絕對這樣 那些人就坐在那裡 聽一聽一聽 開支人 靈頭 看看手機 整天有很多動作 那這個顯示 第一 可能因為他 他不是跟他說話 但是 依然那個人也是少做的 但是人呢 就會失了興趣 為什麼失了興趣呢 好煩啊 這個人 這麼長氣 說這麼多話 好多話 好煩 我自己也這麼煩 就說這麼多煩 我越聽越煩了 這個就是沒有耐性 對於人沒有耐性 那你說 嘩 好像你這樣 嘩 要聽這麼久 哎呀 死了 這樣 已經日清救 那我有什麼動力去聽呢 就是我覺得每個人都是寶貴 就是每一個人都是神體寵 而且這個人得醫治 他被祝福 被提升 他慢慢可以一直被神使用 那我就興起了一個人 沒有這個人 沒有這個人在哪裡侍奉 都是榮耀神的 是神的 是神的 所以這個心態 我希望 其實輔導是有動力的 沒有動力 你沒有心機的 你聽兩聽 哎呀 你照著去做吧 這樣 祈禱回去 回去祈禱 快點認罪 跪下認罪 就是很想快點搞定 好了 然後就是探討 探討就是說 你覺得有什麼處理方法呢 在這樣的情況 你覺得有什麼可以轉機呢 有什麼可以令到他沒有那麼差呢 就是未必轉了 為什麼沒有那麼差呢 這樣先 然後探討處理的步驟 有時候的步驟 意思是什麼 有時候不是一下子 什麼的問題都處理了 那譬如說 有時候丈夫、妻子的問題 第一 未必搞定很多東西 可能搞定什麼先呢 處理了這個步驟 先不要打架 先不要罵到要上警局的 先 然後 先慢慢處理 即每一樣 哪一樣東西眼前的 先處理了 然後立約的意思是什麼 即是說 我們回去 你試一下下次 你回家有什麼做 試一下 你怎樣跟他相處 或者你怎樣親近神 你可不可以試一下這樣做 一個合約 你願不願意 即是你願不願意 跟著這件事去做 然後最後 就計劃評估 我們下一次 來的時候 你就告訴我 怎樣進度 好嗎 這個就是一個簡單 如果 但我再簡化 是什麼呢 基本上是這樣的 有人有 分享 有個情況 有時候 這個分享 可能是很偶然的 兩個一起等巴士 走一等巴士 唉好煩啊 立即顯示有事 你問他 什麼 怎麼煩啊 他告訴你 我們就回應他感受 聽到你 我都覺得很辛苦 我知道你很困難 就回應他感受 然後 在這樣的情況 知道他家人有些問題 或者他事故的問題 你覺得這種情況 你想不想改變呢 這就是想他有動力 有什麼方法 可以怎樣做呢 這是探討 然後 然後 嘗試 不如試 你覺得可不可以試 這樣做呢 已經是做了輔導 最基本的就是 回應感受 分析那個情況 然後探討如何處理 然後 就是 定一些方法 找一些方法去做 就是一個這麼簡單的情況 我再講一些先人 我們先知 輔導中所說的話 一些的類別 我們說話 其實每個人都要學 分類別 說話要分類別 受助者可以做什麼 一起讀 分享 分享困難 埋怨 素苦 形容問題 表達毀身很多 那些受助者 可以在分享其他 可以在分享普通的東西 可以在分享困難 你知道他在分享困難 埋怨 能否分辨到 埋怨 他那些語氣 聲調 內容 素苦 又看他埋怨哪一個 有時候埋怨他相處的人 有時候埋怨 輔導者也會 形容的問題 這是一個很客觀的 但是表達 之前埋怨素苦 這是一個比較負面的 因為他可能受對方影響 所以他很不開心 但是我們就不用說他 你現在埋怨著 而是我們引導他 去分辨他 去說 分辨他那個情況 回應 他說 哎呀 我真的受不了我老公 哎呀 很難搞 他現在真是 到日如連 譬如說 我們就別跟他說 那你不要到日如連 這個沒用 你跟他說 你借我丈夫 姚少的丈夫 這個 是不是太快 他已經道日如年,你還叫他姚小將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我們就回應他感受 我聽到你說,真的知道你很辛苦 回應他感受,然後就引導他 在這個情況下,回應他感受 然後你會否覺得你想不想改善 你覺得可不可以改善到 有些人真的說不行 沒有了,他幾十年了,那怎麼改善 在這個時候,我們說 在神裡面凡事都能,這句說話是甚麼? 這是教導 即是說一個道理,他不知道的 這是教導 他領受到就好了 但他未必能夠說在神凡事都能 你可以這樣問 你覺得耶穌有沒有辦法幫到你的家 你家裡可不可以改善到呢? 這就是探討 探討和教導是否很不同? 我們知道他是在說甚麼 還有表達毀身行動 我想,我想 有些人,我想 當一個受助者說 我想 當你聽到的時候,這個是好消息 是嗎? 即是說他願意 好了,輔導者的說話有很多種 一起讀一讀 讀兩行 邀請分享 複術 反應感受 感受 感受感覺 支持感受 回應感受 接納 認同 肯定對方 在這裡停下來 邀請分享 請他多點給我聽 發生甚麼事 複術 即是他講完 我剛剛被罵完 有人剛剛罵你 即是用另一個方法 有人剛剛罵了你 有人氣壞我 可能令到他很不開心 他說的話令你很不開心 這個複術即是paraphrase 即是把他的說話 是用另一個方法表達出來 反映他的感受 即是說 我聽你這樣說 我覺得你真的很受傷害 感受他的感覺 即是 那個輔導員 即是覺得 即是當我們想像我們是他 這個才會感受到感受 即是我們是他的時候 會有多不開心呢 支持他的感受 就是我知道你的情況 你會很難受 很容易會有這個感受 回應他的感受 回應就是說 我關心你 我知道你的情況 我都不開心 我都知道你很辛苦 即是這個回應他 接立 不接立就是甚麼 怎麼搞的 這樣都發怒 如果是我 就不會這樣 即是這個不接立 接立就是說 我知道這個情況很容易會 很容易爆火的 很容易激起的 認同 認同不是一定認同他做的事 只是認同在這個情況 他會有這種感受 肯定對方 肯定對方 肯定有時 他未必有做對 你肯定甚麼 你有努力 你真的有嘗試 你有嘗試去改善關係 這個是肯定他 接著讀兩行 安慰 探索 探索感受 邀請 反思 總撥 提問 反問 探索 困難 澄清 評論 展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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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是展釋 OK 安慰 很多人搞錯了 有些人會說 你努力點 這句是否安慰 努力點是叫他做甚麼 這是吩咐的一種 安慰是說 有希望的 可以改善的 你已經很努力了 神寬理你做的事 其實多些恩典的話 神體重你的 神寬理你的 其實這些說話 大家可以在家裡嘗試用一下 我和太太經常都說很正面的說話 我經常都會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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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歡她 歡喜她 多謝她和我一起 她也是時時地說的 譬如我跟她去完哪裏 她說 多謝你今天陪我 接著我就說 多謝你陪我過世 我做了甚麼 她都馬上感謝 這就是 我經常都很正面 有些甚麼困難 又會說出來 但說出來的時候 都是尋找一個正面的處理方法 探索就是去 去探索 找出有甚麼可能的方法 探索甚麼原因 探索的感受就是 你裡面 有時候有人都搞不定 他有甚麼感覺 他有一堆的感覺 又生氣 又排擠 又受傷 又內疚 一堆的感覺 我們都去探索 他裡面有甚麼感覺 要做反思 你想回這件事 你覺得是甚麼人氣 有甚麼原因 雙方又做過甚麼呢 總括 即發生甚麼事 將他總括出來 提問就是 跟他問問題 反問就是 當他說話的時候 你反問他 令他再反思 令他不要以為 那件事一定是對的 去反思那件事 探索困難 即找出這個困難是甚麼 澄清 到底了解 問題在哪裏呢 評論 我想說 有些地方 不一定時時適合 我有寫路 不代表一定應該做 評論 就是 你覺得那件事 是對還是不對 好還是不好 我不是說 時時應該要這樣做 但有時候是需要這樣做的 例如你問他 你覺得這樣做好不好 他說 我都不知道 我們可以說 我覺得這樣做 是會有傷害性的 這是評論 即是說出這個 是我們的看法 展示就是 即將整件事分析 去分析這個程度 到底那個 analyze它 有一個整體的圖畫 接著下面 邀請展示 邀請思想 邀請應用 教導 勸告 講出處理方法 提議處理方法 逃避指責 控訴標籤 後面那些是錯誤的方法 要請展示 即是邀請他 將這件事整件事分析 去解釋這件事 去分析這件事 邀請他思想 你想一想 為何他會這樣反應 你想一想 為何他會這樣說話 和平時為何不同了 邀請他應用 好了 你聽到這件事 如何應用在生活上呢 就是教導 有時需要教導 那些教導 如果是輔導 我們便會告訴他 我現在會 想提議一個方法 你想不聽呢 就問了他 先後 他說願意 我們便告訴他 很多教導 他便開始覺得厭煩 因為覺得好像媽媽 即是跟媽媽說話 你會發覺 如果多數媽媽 告訴他有些困難呢 他便會馬上教你 怎麼做 但你聽到 你便覺得 不太想找他 如果他經常是教你的時候 不想找他 但如果他聽到你的感覺 你便容易找他 大家有沒有這種感覺 有試過有些親人 總是一說親 就很大篇道理 這就是 這個呢 就是我們 對方容易用教導 那你也想想你自己 不要只想他 好了 勸告 勸告就是什麼呢 他經常都生氣 他經常生氣 他經常生氣她的丈夫 有時我們問他 即是去探討 你這樣生氣有什麼好處 有沒有不好處呢 然後就勸告 你覺得這樣下去 會不會對他關係好呢 即是去勸他 不如你試一下為他祈禱 好嗎 去看出他 知道他都是受很多傷害 就是去勸他改變 然後說出處理的方法 這是說出 另外就是探索 提議處理方法 提議和說出有些不同 提議就是 我給你一些提議 提議就是有些比較溫和些 你喜歡踢就行 你接受就行 你接受就行 不接受就行 提議 提議的時候 譬如說 當有人說 我給你一些提議 你想聽我的提議呢 這樣就行 還有你說 我告訴他怎麼做 是否有分別 是有分別的 提議就是好像 給你一個提議 試試想想好不好 逃避 輔導者會逃避 會的 有時候 這個不是正確的 但會逃避的 我都用了一個例子 我以前親生 因為我們學院目的時候 我們要去和同學一起 他就看我 我們就看他 他就看了一個病人 病人就很痛 他接著就說 醫生給你一些藥 你吃了就不痛 接著就說下一個 其實他在做什麼 他不想說他痛的主題 其實他痛是辛苦的 他痛可以怎麼說 如果小朋友說很痛 你可以怎麼說 如果小朋友說很痛 你會怎麼說 其實有很多方法說 大家想想有什麼方法說 有些方法很簡單 叫你 這是一種呵護的方式 看看有多痛 這個有一個方式 我知道你很辛苦 很痛 很痛 很不開心 遇到這麼囂張 這都是一些 認同他的感受 例如病人 我也覺得很心痛 看到你那裡這麼辛苦 這就是感受 那個感覺是否很不同 還有 醫生給你藥 你吃了就沒事了 未必吃完就沒事 他可能一直在痛 例如有些人會逃病 有些人會覺得很痛 還有什麼可以說 覺得沒什麼好說 一路痛 有什麼可以說 例如說 我每天都很痛 很痛 每天都很痛 每天都很痛 有些人會說 不要想著你痛 看電視 唱歌 聽詩歌 這是一個 逃避 因為你不面對那件事 他說很痛 你可以說什麼 這是一個行動 你可以的 但是當時他不開心 他痛不開心 的時候 我們可以第一 怎麼回應呢 知道你很痛 很辛苦 是不是這樣舒服一點 如果你痛的時候 別人說 我向你祈禱 就好像逃避了你的痛苦 只是想找個方法解決 快點搞定 快點 拜拜 這就是逃避 有時候 夫妻說話都會逃避 一說什麼 那些什麼錢 教仔 等下再說 這就是逃避 是不是 你有沒有意見 那些人這樣說話 等下再說 不要說 說來說去 說了好多次 不用 這些全都是逃避 但有時候 別人逃避的辦法 就是我們自己有沒有逃避 有時候 另一方的逃避 當是沒有聽到 他說完什麼 沒有聽到 繼續說另一件事 指責 指責有時候是需要的 但是 其實指責的作用 不是很好 有些人真的錯得很厲害 又不知道錯 我們是需要指責 不過 指責都是給他盼望 好像你這樣 如果要面對神的仇 這件事都很嚴重 你覺得不覺得很嚴重呢 所以我們真的要在神面前悔悔 你這樣的時候 都是看重他 你的心情都很寶貴 我們要面對神的仇盼 就很慘了 控訴 控訴就是 你真是蠢了 有沒有搞錯 比如說 你真是蠢了 你被人騙了 你知道嗎 你知道嗎 知道嗎 他說完 他說 我不想見你了 因為他好像很醜怪 然後標籤 標籤 標籤是甚麼呢 就是說 笨人是這樣的 沒有用的 人沒有腦 沒有入醫的 這是標籤 為什麼要知道這些說話呢 你知道你就不會重返 我也用另一個方法 講說話的方式 有恩典的說話 和律法的說話 律法的說話不一定不好 我講一下恩典的說話 神愛你的 我愛你 我關心你 你很寶貴很重要 這些是恩典 就是全部令人覺得 被體重 舒服的 那麼 律法的說話 可以包括引導 我們可以怎樣做些甚麼 我們怎樣處理問題 引導 可以是教導的 有時候需要教導的 引導就有探索 想一下有甚麼方法去處理 然後就 教導 然後吩咐 然後指責 紅素 標籤 這些是律法的說話 但全部都有 比較正面和負面的 譬如 我們有最 其實通常探索是比較好的 探索 你可以這樣 我們想一下怎樣處理這個問題 這是比較正面 不正面 就怎樣 好像你這麼笨 你想想到 你想到怎樣解決 這個都是探索 你快點動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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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還沒想到 他有些 丈夫跟妻子出來分享 那個 那個 丈夫出來分享 快點說 我 她一踢完 她已經不想說了 其實探索 可以是很強烈 可以說 有控訴式 就是說 這麼笨 快點動一下 豬佬 然後 就是 引導 就是 有些事發生 可以怎樣做法 怎樣處理 也可以加上一些負面的說話 就是負面的 教導也可以是正面和負面的 譬如 你看一個人教 那些小孩子的教授 就知道 很猛 就知道他很負面 但是教的時候 很有耐性 不要緊 不要緊 2加3 就是5 2加3 多少 3加4 就是這樣 教導他 不過方法 給他感覺是柔和的 譬如 講到關於真理也是 你的生命 保不保貴 很保貴的 神看不看中你 神幫不幫到你 神看得到你 你能怎樣讀書 你覺得讀書 可以不緊 那些成功的人 他有否讀書 有否幫助 這個就是 教導他 小朋友都教導他 為何要讀書 就是讓他知道是寶貴 但教導也可以 被人感覺很被踩下 你真是蠢 學到了沒有 教導時可以是很負面,然後就吩咐,吩咐也有柔和 麻煩你幫我倒垃圾,謝謝Rachel幫我設定心腳架 這就比較柔和,另一種就是,在這裏做了,這就是負面的強硬 另外就是指責,指責也有柔和,你覺得這樣做有什麼影響呢? 對他有什麼影響呢?效果會怎樣呢?其實都讓他知道他做錯了 另一種就是強烈指責,說你這麼蠢,這麼沒用,而標籤,這些都是不好 都是說你這麼蠢,這麼沒用,即是說,律法和教導的說話都有正面和強硬 我們分辨到,我們說話就能夠改善了 我在輔導的時候,我常用的方法就是,譬如兩夫妻 我輔導他們的時候,就給了一些指引他們怎樣溝通 然後我就說,你嘗試解決一個問題在我面前,或者說一些愛的說話 然後就請他們互相溝通,當他們溝通有點困難,我就說 你覺得這句說話對對方有什麼影響呢?就這樣問他 然後他自己去反思,在過程中幫助他更加溝通得好 因為很多人在溝通上是很難的,很少人能夠時事用正面的方法溝通 通常在家裡就現形不露了,在教會就沒有虔誠的 但回到家裡,那些說話就很多時候很尖酸黑暗,很情緒化 所以輔導也是一樣的,但是輔導中討告的能力,一起讀一下 第一,討告幫助人,開放自己 第二,在討告中,聖靈幫助人,省下自己的罪 聖靈每人,帶領他們悔改 第三,聖靈叫人,信靠主的謝罪,而得著釋放 四,聖靈叫人,將他的痛苦帶到主面前,若主醫治 第五,聖靈叫人知道人內心的狀況、狀態、問題的根源和前意識的問題 祈禱能夠幫人開放他的心,他的心開放 祈禱的時候,幫他聖策他的罪,他會知道自己的罪 怎樣帶領他悔改 第三,叫他信靠主,耶穌真是赦免,多謝天父 你真是赦免我們的,你真是釋放我們的心靈很重擔 在帶領的時候,另外第四,有這種祈禱 主呀,你知道我的痛苦,我的煩惱 你知道這位弟兄姊妹,他的心裡有很多重擔 耶穌求你安撫他的心,擁抱他,將他裡面的重擔釋放出來 讓他知道耶穌在愛他,耶穌在幫助他 他的前路越來越好,神會祝福他的,幫他釋放 這個人,傷害他的人,受很多傷害,所以我們可以連續他 其實他很受傷的,我們連續他,祝福他,也能夠嚴恕他 就是這樣引導他去祝福那個人,遙書 第五,就是聖靈叫人知道人內心的狀態 就是讓我們知道這個人有什麼需要,指示我們 根源是什麼,以及潛式的問題 比如有時候,人多數的潛式都是不健康的 多數都是,裡面是有害怕,覺得自己沒用 不開心,被傷害,多數都是這樣的 所以很多人發夢,都是困難的夢多些 有些是比較嚴重的,是很害怕的 那些是比較嚴重的 下面還有,第六,叫人更加信靠神的一念 在祈禱的時候,更加神是愛我們的 神是和我們一起的,阿里路亞 感謝耶穌,我希望大家學到我這種的祈禱 經常宣告,神在愛我們的 神在陪伴我們的,神在幫助我們的 第七,聖靈能夠有人需要事上幫他 主耶穌需要經濟的幫助,求你幫他 他的家庭需要你的幫助 他的夫妻關係需要你醫治 求耶穌去醫治 讓他的心對他的丈夫能夠柔和謙卑 亦都融化他的丈夫的心 第八,聖靈能夠祈禱 將愛心、智慧能力和忍耐賜給輔導者 即是能夠賜給他有內心,這個輔導的人 亦都是祝福那個受輔導的人 第九,按手祈禱在輔導是很有幫助的 按手祈禱,他會經歷到神的平安、輕鬆、釋放、安慰、愛和能力 所以,知識言語的吐告可以顯出他深層的問題 和帶來深層的醫治 知識言語,知道他的情況 但就算沒有,也不要緊 你宣告神的愛、神的恩典 按手祈禱,聖靈臨在是會幫到他的 所以我希望將來釋放更多人 更多人給神使用 我們教導到這裏 大家有沒有問題想問? 其實基本上你想得簡單一點 首先你見到人,你就關心他 他是很貴的 他是有些東西卡住,有些困難,有些傷害 耶穌可以治好他的 我如何引導他知道他的困難 然後找一個處理的方法 和他一起尊重他的智慧 他有智慧的,為何和他探索好一點 因為他會想了之後,想出的答案是 他會記得多些 他會肯做多些 我們叫他做,他未必肯做 我想問問牧師 很多人引用知識的言語 劉比乎,我想你講一下知識的言語 是甚麼 按字面就是有知識 按字面你可以說 這個人對於神的說話有知識 對於神的工作有知識 可以這樣 很多時候人覺得 知道某些關於那個人的事 我覺得兩樣都可以 就是你這樣按知識 可以說 知識的言語就是 他能夠說說話 例如很認識聖經的 將聖經的說話說出來 是有知識的 這樣說出來 亦都可以 很多人的看法就是 他會感受到對方的情況 將他的情況說出來 看字面 你未必看到這一種 但這種都可以包括知識 因為他知道他的事 這是很多人有經驗 在聖靈內 他只知道那個人的情況 正經就教我 做一個基督徒 就是要孝順父王 我發現回到家的時候 大家的生活習慣都不同 我就會被我媽媽說我 我家人就會說些 很傷害我的說話 但是聖經又叫我要去愛 但我又愛不到他們 因為他們的說話 令我受傷害 那你覺得我可以怎樣做 因為我們現在是示範 我想大家分析一下他的情況 他有他的感覺 他有他的問題 大家分析一下他其實在做什麼 他在說他的感覺 他的感覺 大家可否回應 因為我想你們回應 他先說到 家人相處的時候很多困難 他們的看法很不同 令你有什麼感覺 當他們這樣的時候 很難受 我有時會逃避他們 就走了出去 因為他們從小到大 都會罵我一些很不好的說話 有時我回憶上面罵我垃圾 說一些很不好的說話 但我就沒有出聲 但其實我心裡是很不開心 其實很傷害 他說是垃圾 那些說話都很強 都是很強的說話 所以家人相處真的不容易 那你在這種情況 有時睡覺會想到這些事情 很不開心 睡覺我會 因為都沒有 即是不會過夜 不會過夜 不開心大過夜 那你做得很好 雖然他們說的說話這麼重要 譬如你哥哥那次罵你垃圾 那時候你不開心了多久 我離開了 離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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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會否很傷心 藉此? 也是 之後見到你哥哥會覺得怎樣? 見到你哥哥的心 其實是關系沒有表面 因為我心裡都知道這個人 我不可以與他交心 因為我如果說真正自己的東西 給他聽 他就不會批評 以往你和哥哥的关系是否有 都是这样的 一直都是这样的 所以觉得距离感在家里 是的 在家里不出声 因为我们家里很小 觉得好像没有空间 没有个人的空间 所以小时候会离家出走 会走到别人 读书的时候就躲去自修室 总之就是逃避他们 是的 这个情况是困难的 所以可能你想起家人 都会有一种好像不知如何处理 心里面有一种不舒服的感觉 我现在做的是感受他的感受 首先我感受他知道他那种困难 就不会说你现在只是要说他们 他就要祈祷了 因为的确确是辛苦的 在这样的家庭 我自己以前的家庭都是这样的 所以是困难的 会有一种疏离感 所以我知道你会是不舒服的 这种不舒服对你的影响 去到什么程度 会不会有时你都会很 因为这件事很失望 家庭为什么会这样的 会训练到我个人很上进 因为从小到大就很想脱离的家庭 那怎样才会脱离呢 可能就有能力去搬出去就可以脱离了 我以前小时就这样想 你小时就这样想 那你现在呢 现在其实会训练到我个人独立 就是不要受他们影响 他们说什么就是他们的事 那我都欣赏你的 这个是你有这种分辨的能力 然后你能够 就是会说我独立 我不受他们的影响 那你会不会说 你的情绪 都是不受他们的影响 还是你的情绪有时都 因为他们都很烦呢 我有时都会觉得很烦的 是的 这个都是很自然的 很自然会有的 那 就是因为家人相处的困难 但是同时我又看到你 是有一种独立的力量 就是你会 你会出门口就好像 不跟另一个人那样 就会松一点 那这个也是 我很欣赏你这一件事 因为我见过很多人 他就怎样呢 家人对他不好 他就无论在家里 和出去都很烦的 似乎你就 就有一种动力 向前去 那现在就差在怎样 跟他们相处 怎样去 他的关系更加好 我又问他 你觉得可以做些什么呢 现在我做的是探讨 之前我认同他的感觉 让他知道 我不是立刻要教他怎样做 我知道他辛苦 我知道是不容易受的 有时有些人会证明 其实你爸爸妈妈对你好 我不否定 但是过程的方法 是有些问题 我又不去证明谁错 我不用证明谁错 我单纯是他那边 这就是辅导 因为辅导的时候 我们不需要证明对方 不用说你哥哥真的很坏 不用说这些说话 乖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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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就是鸿鱿 你罵的时候不出声是否学回来的 是的 初初不是的 初时会拒绝 后来慢慢觉得没什么用 没什么用 开始做的 我现在在做什么呢 我现在听到他说一句话 我立即会感受到他的背后 他说他罵的时候不出声 我觉得通常人小时候不会这样 所以我从经验来知道 是意外的 基本上我现在在引渡他 第一步就是回应他的感受 第二步就是引渡他如何处理他家人 因为这个引渡越来越长 我想大家都知道 什么方法和家人相处 所以我在这里就停了 因为这个引渡家人相处 如果简单来说 就是看出他们 知道他们都是被罪的影响 所以他受了伤害 所以他受了伤害 所以他受了伤害人 所以我们看出他们 又会祝福他们 去输他们 基本上都是这样 虽然他们不好 或者对他们好 虽然他们不好 或者对他们好 所以他受伤害人 就会受伤害人 就是这样